很多民眾想要瞭解高雄的昨日 今日與明日 一個城市的宣傳 一個城市的優點 要廣為大家所知 另外一個城市的缺失跟隱憂 也希望跟大家一起來呼喚重視 所以今天三位議員在選前擺盲之中願意來 也把高雄的我講的昨日 今日與明日 還有樂觀面以及隱憂面 一起跟海內外朋友來分享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非常感謝邵康兄 也感謝各位直播前的好朋友 也要感謝這三位議員 謝謝 那我們會有一些主要題目是跟高雄有關 不過事先我剛我進來就有記者問 我想請教各位 今年很特別 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沒有 以前每次選舉 民進黨都會安排一些政府 還用政府的名義 返鄉投票專車 記得嗎 鼓勵年輕人返鄉投票 今天沒有 包括罷免的時候都有 我們深受其害 我剛剛就不好意思講了 那時候都是一車一車對不對 今天沒有 而且之前很多網紅 民進黨的網紅 側翼搞不清楚 還鼓勵大家訪鄉 今天都拿下來 網路上都拿下來 民進黨為什麼現在這麼怕年輕人返鄉呢 你是不是覺得呢 簡單明心思變 年輕人覺醒 聰明的年輕人慢慢會知道 我們政府能夠領導他們一向更美好的未來 未來所有全台灣的一切 由現代的年輕人來承接 我們這一代人 一代又一代 我們曾經蓄日東升 我們也曾經日正當中 我們即將要夕陽 開始往偏了 那這個 整個台灣社會是年輕人 那他發現那個政府 開始貪污 開始撈錢 然後把台灣所有保歸資產 往海外送 然後每一個縣市長幹完以後 都叫張百億 林百億 陳百億 幹完縣市長都是百億增價 你不是把年輕人當傻瓜嗎 那年輕人一回去投票 本來他就有反威權 反傳統 然後對抗各種 你看狂花崗革命 七十二烈士 每個都年輕人 出生之主才會不會虎 所以民進黨察覺到 年輕人選票已經變了 風向變了 他就開始所有返鄉 補助的這些專策 通通停止 甚至壓縮投票的人數 包括確診的也不能投 軍隊全部待命 軍人都是二十歲 二十一二歲 居然軍隊現在沒打仗 也不准出來投票 這是深刻體統 再加上有一些除極的問題 將近幾十萬人沒辦法投票 還想把我第二題都問 對不起 對不起 沒關係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 那 還是剛剛提到特別讓我 這個 覺得很氣憤 或是覺得 真的是 有所感的 百億百億 好幾個百億的 現在已經 成的皮筒 這簡直是亂來 這真的是亂來 你看完縣市場都是百億升價 好幾個 這個簡直在開玩笑 都市規劃稍微弄一下 農地變成住宅用地 長好多 你看像桃園那個地 說原來三萬一坪 調了五十幾萬 買了將近兩萬坪 花了五億五 而且昨天還有人跟我講說 怎麼可能呢 一億五買了一個爛地 居然銀行可以帶三億五 你去帶再看 你等一毛錢不花 你只要跟政府 相關的官員勾結 而且現在漲了幾十倍啦 對不對 從三萬漲到五十五萬啦 可以這樣子嗎 太可惡了 太可惡了 我問的是你的那個 鄧健發表會有說嘛 你卻慢慢開始醞釀 年輕人會想 搞半天 我們就投你 投了你以後 你把兩岸搞這麼緊 要我們上戰場 高朝環同事長講這個話 這讓人好好去思考 發人深信 全世界古今中外 所有的戰爭死亡率最高 是18歲到24歲 從古時候冷兵器時代 拿武士刀拿弓箭 拿毛 那個對抗 羅馬軍團這種對抗 到現在整個熱兵器時代 死亡率最高 永遠是18歲到24歲 所以趙健康同事長講這個話 值得大家去反省 這個年輕人上戰場 絕對這個是 絕對不會變的 所以一定要和平 一定要和平 你看烏克蘭就知道嘛 對不對 烏克蘭好慘啦 有的高中生意 上戰場全部被滅掉 好慘 那 第二個題目 就是剛剛韓市長先講的是 今天中國時報 我謝謝中國時報 用我的講話做頭版頭 頭版頭 昨天聯合報跟中共時報 社論也是用這個 就是呢 聯合報社論比較保守 他說剝奪40萬人投票權 我說起碼百萬 剛剛進來記者也問 為什麼講百萬 我不是亂算的啦 除極就30萬嘛 除極就30萬人啦 然後呢 確診的 昨天1萬8 那你除5不就9萬嗎 對不對 又說不是10萬 就40萬了嘛 剛剛 阿兵就不給阿兵 阿兵就不給阿兵 軍中說只有5千 怎麼會只有5千呢 對不對 他說三分之二都在準備啊 就怕兩岸緊張啊 你現在 20幾萬的軍人啊 就算10幾萬好了 你流雲的怎麼會只有5千呢 對不對 怎麼可能呢 我給你算也差不多7-8萬 算過7-8萬 7-8萬 也差不多10萬 就50萬啦 這個還都是小的 大三通小三通 那個才嚴重 台商 小三通齁 我前兩天到金門嘛 禮拜六晚上到金門 我問他們 我說廣東福建台商多少 50萬幾嘛 因為最早都到廣東福建去嘛 福建離台灣近嘛 所以去嘛 廣東是最複數的 大陸最複數的是廣東 所以很多台商的地方 他們走小三通非常方便 現在都回不來了 那好吧 就不算全50萬好了 你打個一半也有20萬25萬嘛 大三通 以前啊 台灣跟大陸疫情之前啊 大陸跟台灣的直航有61個航點 61個飛機場都可以飛 現在剩多少 現在只有上海 北京 廈門 跟這個成都 只有四個 不是只有四個啊 班次大幅減少 以前飛上海 比如說 航空公司一天都有一班製造 現在是兩個禮拜一班 兩個禮拜只有一班 而且 飛機還不能坐滿 只能坐六成滿 為了防疫 你看少多少人 他怎麼回來 而且飛機票漲了三倍以上 因為這種情況一定漲價嘛 位置少嘛 所以漲了三倍以上 我一個朋友最近買一個飛機 他跟我講 他反映 他到東京來回 從台北 東京來回 一萬八 商務艙 那個經濟艙 最多兩萬 一萬八到兩萬 他到北京一趟 經濟艙兩萬三 到日本來回 一萬八 到北京 單程 兩萬三 你自己看那個價錢差不多 所以現在台商回來非常困難的 尤其一月就過年了 對不對 他現在回來 過年還要回來 票那麼貴 又訂不到 他就算了 所以這個加起來 大三通小三通七馬五算 這加起來就百萬了 就百萬了 這很嚴重 大家不要以為 這個是小事 這非常嚴重的事情 選舉這差一點點票的時候 丁守中 四年前只差三千票 對不對 連送那時候 陳水平兩顆之戰 連送 只有一萬 最後算起來 一萬多票 臺灣一千多萬票 他們只有一萬多票 就已經翻盤了 所以你知道一百萬 這什麼 這什麼個數字啊 所以真是可惡 還不知道什麼通訊投票 不準啊 美國這次其中選舉 光通訊跟提前投票 就是四千萬票 所以不準 所以民進黨一方面說 要降低年齡到18歲 這個 有公民權很好啊 讓年輕人有投票權 但是一方面 又不給人來投票 因為要九百多萬才過門檻 所以你已經先把殺掉一百萬 那門檻就很難過了嘛 所以你民進黨 到底真的關懷青年 還是假的關懷青年 對不對 說關懷青年 然後18歲 要他們去當兵 然後一當一年兩年 你通通是 講是愛護年輕人 其實都是害年輕人 所以難怪 年輕人現在看懂 也不是傻啦 哪那麼傻呢 來國語兄 你怎麼拉抬他們 這沒有韓流的 我要先講一下綠軍 有兩個屏東人 對民進黨影響非常大 一個叫蔡英文 一個叫蘇貞昌 藍軍也有兩個屏東人 對藍軍的影響非常大 一個是柯子恩 一個是李四川 所以屏東好像出了很多人才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這些議員 他們在過去任期內 非常的辛苦 尤其是不執政 那資源相對的就比較匱乏 再來就是講白了一句話 不靠天不靠地 全靠自己拉自己 大概情況就是如此了 那每一個個體 在自己的選區範圍之內 必須要倍加辛苦 但是高雄市民要覺醒 到底我們要未來的高雄 是什麼樣子 我們不是說台積電台積電 現在國民黨有個黨 叫做鐵票部的叫黃復興 那民進黨現在好像也有一個黃復興 叫做台積電 哪一個縣市選舉危險 就把台積電推出來 所以台積電變成民進黨的黃復興 那如果說花蓮選情危險 民進黨會不會宣佈在花蓮台積電射程 會不會金門澎湖危險 台積電到金門澎湖 搞不好台積電是 變成什麼樣子大卸八塊 他現在都已經往美國再過去了 還在不停的講台積電是他的功勞 是他的 事實上這個台積電這麼棒的一個企業 已經變成選舉工具了 所以高雄要覺醒 我們未來的高雄 只有在柯智恩領導之下 走國際化 民進黨在高雄那個九個立委 全部集中 再加陳其邁 十個人 用英文來辯論高雄的未來 柯智恩一個人對你十個人 九個立委加陳其邁 柯智恩不用用右手拿麥克風 用左手拿麥克風 你們十個都打不過他一個 因為你宣傳高雄非常重要 市長是第一號宣傳員 柯智恩是 繞著地球跑200多個城市 遇到外國人朗朗上口 你說今天外國人要認識高雄 你像陳其邁 趙天麟 什麼劉士芳講起來 可能聲音都發抖 Good Good Good的完了 Very good Very very good 所以他不用講 柯智恩拿著麥克風 坦坦介紹高雄 對高雄來講是很有面子的 一個城市的宣傳 一個城市的包裝 一個城市的行銷 多麼的重要 柯晨是各方面來講是最佳人選 我希望高雄市民這次一定要覺醒 我提出了買一送三 其實全台灣也只有高雄人有這個機會 因為說實在 陳其邁真的很愛高雄 當然市長資源不夠 行政院長資源多 所以陳其邁順理成長就覺得行政院長 最好最好 為什麼現在行政院長叫蘇貞昌 他為什麼會接 因為他新北市長落選嘛 他去接行政院長 他現在73歲啦 那這個機會 他如果要把行政院長交出來 當然陳其邁去接是順理成章 所以最強大 他做過副院長 對 他做過行政院副院長 最強大的高雄隊 我的想法 行政院長 陳其邁 高雄市長 柯智恩 高雄第一副市長 李四川 要硬體有硬體 要軟體有軟體 要資源有資源 要面子有面子 要行銷有行銷 整個高雄啊 大家一團開心 說實在 陳其邁一定很開心 當行政院長 當院長都不開心 他一定開心 所以我講完這個 你看他回答很軟 韓市長愛開玩笑 其實我相信他心裡 一定很高興 當行政院長還有資源 他好好發揮 高雄一年預算多少 1700億左右 行政院長多少 兩兆 兩兆 兩兆還是 正常的預算 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那麼多 二到三兆 五兆 在行政院長手上 然後呢 國防部多少錢 外交部多少錢 教育部多少錢 行政院長是陳其邁 他當然多一點給高雄 做得好兩年之後 他可以選總統啊 對喔 對不對 他可以代表米娜選總統 你看這個對陳其邁來講 他愛高雄 我們高雄什麼都 說實在的 最缺的是什麼 是缺個行政院長 是 為什麼 行政院長沒有高雄能幹 行政院長如果說 高雄能來幹的話 又愛高雄 這個心裡面 對高雄 當成自己的兒子 一定疼嘛 那正好 執行力 宣傳力 勇氣 柯智恩第一名 陸屏 燈亮 水溝通 苦幹實幹 你吃穿 賣菜 賣魚 賣高雄產品 這個凸子 韓國魚 這個不是最完美嗎 高雄人大家都快樂 高雄人快樂 成績賣快樂 柯智恩快樂 理事專快樂 韓國魚比較苦一點 要賣菜 大家都快樂 對不對 這多好